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击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随着新世界的完结,关于此剧的争论也将趋于平静。 值得一提的是,新世界剧中原本存在三大学案,也可以说是未解之谜,而导演徐冰静琪亲自做出了解答,真相实在令人意外。 第一大谜团,骆驼究竟是什么意思?如果要给新世界盘点一个演技盘行榜,那么剧中的骆驼必须拥有一席之地。 毫无疑问,骆驼是整部剧出镜率最高的动物,它的模样虽然酣蒙可爱,看上去相当乖巧,但是由于小红奥的原因,骆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死神的象征。 凡是有骆驼出现,小红奥必然就在附近,命案的发生也往往就在刹那之间。 但骆驼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有人说骆驼的总比话是时期,所以这是编剧在暗示小红奥就是时期,有人说骆驼象征着北平和北平城中的老百姓。 他们忍辱负重,默默忍受,在黑暗中等待着新世界的到来。 不过这些仅仅是一面之词,可信度并不高,直到导演亲自解释,我们才恍然大悟。 骆驼其实就是一个异象,是一个目睹全局,但无法出声的旁观者。 他眼睁睁地看着小红奥屠戮无辜女子,却不能发生无能为力。 第二个谜团,周老板为什么偷剪照片? 梁天科川出演的照相馆周老板,在前期是小红奥的头号嫌疑人,他喜欢红色,会照相,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女人,平时不抽烟。 除了这些之外,周老板偷剪假小躲照片的举动非常可疑,这也是许多观众百思不解的一点。 直到小红奥时期彻底暴露,周老板才终于洗清了自己身上的悬疑,但是他当初为何要偷剪照片这一个问题,却始终无人能够回答。 导演对此的解释为,周老板当时已经成为了徐天眼中的重点怀疑对象,他自知情况不妙。 由于小红奥曾经送照片到榜员照相馆来洗,周老板觉得多一事,不如少一事,所以偷偷将照片剪掉。 如此看来,全剧第一个知道小红奥身份的,其实就是周老板,但是由于他胆小,他是自私懦弱,故意包庇了小红奥。 而他后来也被冯清波灭口,就再也没有机会吐露真相。 第三大谜团,金海是怎么活下来的? 大结局中金海,孙红雷氏,的死而复生,固然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,但是这一幕相当不可思议。 以至于不少观众,纷纷提出质疑,金海为什么没死? 金海先是被灯罩,用铁丝刺呈重伤,之后又被铁铃、张鹿一事,猛击头部,用枪朝胸腹部连开两枪。 由于没有及时送往医院,金海失血过多,伤势严重奄奄一息,后面甚至还有下葬的场景。 结果到最后,金海却奇迹般的出现在火车站里,还跟精英当美兰有说有笑,这一切恍如梦境。 导演的解释只有短短一句话,说是因为金海最后去了医院,不过很显然,这种极其敷衍的逻辑并不足以服众,反而像是在掩盖另一个事实。 金海受伤后,不必一时间去医院,而是要回家去跟精英当美兰交代后事,这个情节故意造成了一种金海逼死的假象,纯粹是对观众的误导和愚弄。 对于导演的解释,大家怎么看呢? 谢谢您的观赏,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,请您订阅吧,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,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,一定要记住订阅琪琪呀。